航母的设计和应用 在二战中的太平洋海战里得到实验 美军在二战末期研制的中途岛级航空母舰 更是成为了现代美军航母的雏形 这次经历过三次大赶的中途岛号 最终排水量只有4万吨 比辽宁号要少 但是却能装载75架战机 比辽宁号的35架歼15多一倍还多 要知道最开始的中途岛号装载战机数量更加夸张 中途岛号诞生的原因 就是当时美军主力航母埃塞克斯级要装备装甲 而保护航母甲板就要牺牲舰载机数量 因此才有兼顾舰载机和装甲甲板的 更大型中途岛级航母建造计划 刚刚服役时的中途岛号 能搭载110到120架 二战螺旋桨战斗机 随着喷气机的问世 当时已经落后时代的中途岛号航母 迎来了自己的几次大规模改装 改装之后的甲板面积 比原先大出了近三分之二的水平 各类来自英国的先进航母器材 例如蒸汽弹射机 起降机等配置都被安在了中途岛的身上 这也让中途岛正式成为了一艘现代化的航母 它也和自己的岁数差不多 经过现代化改装的伊亚华号战略舰 一同参加了海湾战争 最终改装完之后的中途岛号航空母舰 搭载了75架喷气式战机 而且能用极快的速度把它们放飞出去 而这时候的中途岛已经成为了现代航母的发展方向 而一艘二战时期的老古董 能取得这样的改变 也说明了美国海军对新事物的不断掌握 以及对海军传统的尊重 未来的中国航母也会在辽宁号的身上 进行一系列升级 而新的更强力航母设计 也会在不断的升级中走向成熟